姐哥要不要先講一下 因為其實參與過很多次 角頭這次跟四川前幾次有什麼差距 角一角二到這個角頭浪流連 好像都有我的參與 我好像變成一個成員了 其實沒有什麼不同 我們就是讓他們更精彩 因為延續下來還有聚集 那我相信也應該會有我的存在 那 不可能 就是 我一定會把南坑給幹掉 北館還是一樣發揚光大 繼續的延續下去 那也希望大家繼續的支持 謝謝 蔡老師可能是第一次參與角頭的問題 感覺怎麼樣 可是覺得太晚才找到 就上癮過 我已經上癮了 第一次洪哥找我這個角頭 我說可以嘛 然後我就來拍了 拍了以後我發現 哇這個劇組不一樣 大家相信力很夠 然後每個人的感情都非常好 我就很期待說 這部戲上的時候 我們前面的前面作業 要宣傳的時候 大家一起要到中南部戲 我就好期待那一天趕快來 那這個跟之前演的老大 是不是 那 以前也演過角頭 像這個老大的戲 這樣 一連下來有好幾部這樣 是 那這次跟之前有什麼感覺 當然 老大有每個老大的個性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個性 像接了下來 怎麼沒有問我這個今天的新造型 那龍哥今天的造型可以講一下 這個造型當然是 下一部角頭三的新造型 沒有開玩笑 開玩笑 這個 因為新的一年嘛 那我用愛漂亮 所以說把它改變一下 轉換一下心情這樣 好完畢 那有一次跟婉婷合作 對不對 婉婷我跟她合作好像好幾次了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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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想要跟我合作好幾次 對對對 爸爸的心聲 我們現在以前有在同一個電視台過 但是我們沒有合作過 沒有合作過 對 我記得好像有 然後我剛剛 對對對 我剛剛跟傑哥已經講好了 等她把南坑幹掉以後呢 我就做傑哥的女人 所以不管怎麼樣 我都還會有接下來的角色 好厲害的角頭 對對對 已經都劇本寫好了 對 劇本都寫好了 那婉婷是跟龍哥一起的演員 非常過癮 因為龍哥是很會帶戲的演員 所以跟她一起演戲非常輕鬆 就是跟著她的腳步走就好了 對 我跟著她的腳步走就好了 哈哈哈哈 那其實腳步之前的成績都很好 那這次會不會有什麼演員 那個票房的壓力 對 票房壓力就是傑哥啊 因為她就是男主角擔當 所以她已經許願了 就是如果破譯的話 她要去還願這樣 對對對 那一次在這個基隆 基隆我就跟神明有發願 就是破譯我就帶一些金銀財寶跟水果去還願 還有在公司官老也 官老也我也發願 希望給我這個機會 我去還願 好 那剛剛也有提到就是 關於領基的部分 所以之後是有機會可以出選領基的答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家很關心有沒有 其實我們是真的籌備了蠻久 那目前都還蠻順利 劇本都蠻順利在進行中 那我們期待是 今年能趕快前置都完成 然後去拍攝 那演員也都很期待 我們在此的合作 尤其我跟他們的合作 剛才已經講過 非常感恩跟快樂 所以我們會加緊腳步 在盡量在今年之內開拍 謝謝